澳门龜桥总会10月25日举行成立50周年庆祝酒会 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谭天兴出席活动表达祝贺和问候 并在讲话中提出四点看法 勉励澳门桥界人士 谭天兴指出 五十年来 在历届会领导的带领下 澳门龜桥总会成为爱国爱澳社团的一面旗帜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一立于世界的东方 澳门特区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光明前景 为澳门地区广大桥界人士 为龜桥总会奋进新时代提供了广阔舞台 对此 他发表四点看法 一是坚持爱国爱澳传统 为推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志愿做出新贡献 我们要全面准确理解和签举幻者落实 一国两制创政和基本党与各界同胞一道 支持行政掌握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及其作为齐心协力谋发展 促和谐 促稳定 履行和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限制责任 为澳门特区以优历成绩迎接回归祖国20周年 继续当好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榜样 贡献力量 二是抢抓新时代机遇 为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实现更大繁荣发展做出新贡献 推动澳门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三是发挥桥界优势 为推动澳门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新贡献 我们要发挥归桥卷众多这些澳门独特的优势 促进与一带一路原性作家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 独卫性国家的故事合作和民心相当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早生早食 四是坚持为桥服务宗旨 为推动澳门桥界事业发展做出新贡献 澳门归桥总会因桥而生 为桥而立 要继续坚持凝聚侨心 维护桥义 服务桥众的好传统 切实立足于广大归桥桥卷 竭力为桥界谋福祉 培养好桥界年轻一代 培养好持澳建澳人才 不断发展壮大桥界爱国爱澳力量 维护桥界大团结的良好局面 推动澳门桥界事业不断发展